6月23日下午女神孙艺珍报复性营业了 这也是孙艺珍继6月8日深夜点赞CP粉后 时隔半个月首次更新动态和粉丝互动 当天心情大好的孙仙连发两条美美视频 逗趣搞怪十分有趣 短短数分钟后不仅有好闺蜜吴允儿 孔孝镇严志愿等人前来支持 更有玄冰友人火速前来点赞 这位好友不是别人 正是被玄冰的粉丝亲切称为江太太的女人 是玄冰所在Wast公司合伙人江先生的太太 有趣的是自从玄冰和孙艺珍合作协商后 江太太变成了孙艺珍的粉丝 每逢女神发送新动态 她便第一时间点赞互动 这则新视频除了闺蜜和好友点赞外 其全球粉丝的点赞人数瞬间超过了10万 还火速登上韩网热搜榜前三 高人气可见一斑 孙艺珍自拍的视频有两个 第一个的文案是嘿嘿 Have a good day 视频中淡妆下的孙艺珍皮肤白皙光滑 电力大眼 大红唇搭配深微白纱裙又美又鲜 即白想大赏深微长裙惊艳全场后 女神再次美出了新高度 孙艺珍一边怼脸自拍 一边温柔地和身后的化妆师对话 要绑头发吗 不是 是给你擦乳液 只见化妆师用手将乳液均匀地涂抹到孙艺珍的颈部 性感的锁骨很是惊艳和抢劲 转眼 女神竟然对着镜头翻起了白眼 卖起了萌 嘟嘴向粉丝大送香吻 看起来沉浸在自己的美貌中 无法自拔的孙艺珍心情相当美丽 很快发了第二个视频和粉丝互动 心情大好的孙艺珍再次嘟嘴向粉丝现吻 零距离将好皮肤一展无遗 发送甜心波波后 孙艺珍撩起头发对着镜头微笑 很快又再次对着镜头翻起了白眼 又搞怪有趣又美丽优秀 出道20年还能如此身受全球粉丝喜爱 女神的独特个人魅力 真心让粉丝欲罢不能啊 半月前 孙艺珍在INS上点赞了数条CP粉图文 多条和玄冰同框罩引起了网友热议 如此反常的举动 直接让爱将们坐不住了 这是要认爱的节奏 也有理智粉丝开始担心 孙艺珍究竟发生了什么 莫非宅在家里喝啤酒上头了 还是被盗号了 点赞事件后 孙艺珍并未选择回应 如今结合本次上线重粉 还有点赞记录 还和人在列来看 可见此前点赞举动系女神本人所为 道号不存在的 为何孙艺珍一反常态点赞CP粉呢 我们只能理解为 重粉的同时 大方的孙艺珍也顺带宠了下CP粉了 理由很牵强对不对 但从孙艺珍公开和多位CP粉互动来看 女神对于粉丝 磕她和玄冰的糖 开始持支持的态度了 数小时后 滴舍发文了 其小编在深夜10点48分 将孙艺珍的最新消息送上热搜 滴舍一向很宠孙艺珍 对她的演技和美貌深表认可 白想大赏后 曾猛吹孙艺珍的彩虹屁 2020年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这一次 滴舍直接截取了 视频中的两张生图作为封面 内图更是将 孙艺珍的美貌和好皮肤展露无遗 左边一张截取的是 孙艺珍含情默默地看着镜头 右边一张截取的是 孙艺珍搞怪翻白眼的样子 滴舍配图和文案 一向深得全球爱将粉喜爱 这一次的配文依旧耐人寻味 的确正如滴舍所言 孙艺珍的确是第一次 在INS上露出搞怪可爱的一面 虽说此前 她发视频和粉丝互动 但做出类似翻白眼 督嘴亲吻的搞怪动作 还是第一次 月出百想大赏颁奖礼上 搞怪艺人嫖纳来 凭借搞怪的服装 让玄冰侧目 当天全程紧张的玄冰 久未露出笑容 如今孙艺珍放弃偶像包袱 做出放飞自我的举动 不免让CP粉猜测 难道女神是想吸引玄冰的注意吗 此前 孙艺珍点赞CP粉后 玄冰隔天发博 宽慰粉丝 祝大家身体健康 17日上午 玄冰向全球粉丝 公布手写亲笔信后 滴舍当天 加班加点将玄冰的暖心举动 给予报道 原本是正常操作范围 但滴舍的配图 却再次让爱将粉坐不住了 文章封面截取的是一张 玄冰在爱的迫将发布会上的单人照 文章末尾 滴舍却来了一张 他和孙艺珍合体比爱心的照片 明明是同一张照片 却用单人照和合体来前后呼应 滴舍的操作好迷 玄冰的个人帅照那么多 滴舍为何偏偏要这么做 明明是报道玄冰的新闻 为何要放上孙艺珍的图 结合滴舍 此前多次出现类似骚操作 不免让人心生疑虑 滴舍是不是手握实锤 两位真实关系 其实和配图那般甜蜜呢 玄冰和孙艺珍的关系究竟如何 我们无处得知 但结合此前 两位在一国逛超市 公司对面约饭 在白响后台亲密互动 女神点赞CP粉 滴舍多次暗示等诸多举动来看 两位的关系并非同事那么简单 不过即便全球粉丝 都希望两位能修成正果 但感情总归是两个人的事情 玄冰和孙艺珍这对神仙CP 最终该如何收藏 我们只能静待佳音 期待柳暗花明那一天早点到来 继2018年 凭借一部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 掀起热烈讨论和广泛关注后 人称孙仙的韩国国民初恋 孙艺珍 2019年和玄冰合作爱的迫降 而被频繁刷上热搜 虽然官二代与韩国财法女 继承人的剧情设定仍旧套路 但却一点都不妨碍各路少女们隔屏科堂 玄冰和孙艺珍的配置让我们时隔多年 重拾了看韩剧的欲望 甜到爆炸 民众局给你们搬来了 请原地结婚 如果说剧中两人的一颦一笑 暧昧拥抱是逢场作戏 那现实中的亲密互动则叫人忍不住浮想连篇 一向沉稳内敛的玄冰 在孙艺珍面前总是忍不住情绪荡漾 而感情上一向低调谨慎的孙艺珍 更是在社交平台上连发几张动态合照 在公开的各类访谈和现场活动中 两人间的气氛也是浓情蜜意 恩爱有加 之前玄冰和孙艺珍一起在洛杉矶 一起逛超市的照片登上热搜时 有网友激动表示 后脑勺都那么般配 都是心中的白月光 一时间不知该羡慕谁 圣诞节的时候 孙艺珍还专门更新了一下网络社交 的确同样事业有成 不相上下的37岁 同样无可挑剔 令人赏心悦目的影子 同样优秀自律且光彩夺目的人生 我想无论这样的两个人 最终能否走在一起 他们都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 美好人生的最佳方式 自爱沉稳而后爱人 尤其是被形容以他的演技 根本不需要长相 以他的长相根本不需要演技的孙艺珍 出道20年 不仅颜值出众 演技在线 事业上都是屡攀高峰 作为韩国 唯一的六大奖最佳女主角 大满贯得主孙艺珍 长期稳居韩国女演员 身价排行榜前三 在与玄斌的绯闻被广为热议之际 有一种声音 这样评价孙艺珍 我丝毫不怀疑 即便孙艺珍始终不婚 她也可以一直美好下去 37岁的孙艺珍 的确是女明星中少有的一股清流 她从不遮掩自己在事业上的企图心 也从未有过人到中年 该选择结婚生子 还是继续打拼的纠结和焦虑 从经典之作 《假如爱有天意》 《我脑海中的橡皮擦中的小清新》 到外出白夜行中的玉女 再到海盗摩天楼中的硬派女主 事业上的挑战突破与境界始终是她人生的主旋律 因此当被媒体反复追问 什么时候打算结婚时 孙艺珍帅气地说 工作得太开心了 结婚的事要随缘 我想在美貌之外 孙艺珍的人气与荧幕好感度 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于 她的自爱与笃定期盼爱情 但从不吵诽闻 可以自如地屏蔽掉外界的干扰 坚定且执着地追求着自己的错位人生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